这是第二个结局 如果小兔战败,小小兔会上阵 战斗会比原来简单很多 打完霍阿普苏依然有队属和屠下属 按沙尔出现,坚决要保护小兔 在他的影响下,星属指引起阿普苏的行动 小小兔趁机用银水晶进化掉阿普苏,星也活了下来 但这也代表阿普苏对于安沙尔的命运影响完全被抹除了 他不会再记得小小兔了 大家说为了不让命运再度骗你和阿普苏夫 两人不要在一起,不会好 其实大家就是不想小孩子早恋了 其实大家就是不想小孩子早恋了 小小兔也只能接受 在未来的水晶东京街上,小小兔遇到了星和安沙尔姐弟 在未来的水晶东京街上,小小兔遇到了星和安沙尔姐弟 他发现他一直放着自己以前落下的事物 安沙尔对小小兔有一定的感觉 车完全想不起来了 车完全想不起来了 姐弟俩离去后,雪奈出现告诉选手 他经历着没有纷争的人生 如果你和他发展的话 他平和的生活或许就是中间 小孩早恋不好 听了建议的小小兔明白了 让雪奈和自己一起走 却还是无法忘怀 忍不住自顾自的喊出 我爱你 感谢收看全系列网